好,那我先刚刚已经讲完木耳人的绑定了 那绑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动画了 那但是要做动画,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很复杂的动画 但是过程就会很复杂,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动画 那这样过程会简单多了 好,那我先来放一下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动画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一个动画了,给各位看一下 OK,这是一个木耳人举手,然后有点像在指挥交通的动画 OK,那这个只有50个影格,所以只有2秒钟而已 那一秒钟我们是24个还是25个影格 所以大概只有2秒钟 OK,那这个动画的做法呢 我们在这里,做法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从这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呢,在每一个地方呢,拉一下,拉一下的时候它会录影 那你幻影格再拉,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最后你做出来的动画 只要你去搬动它的手,然后幻影格再搬动手再幻影格就可以了 那为了示范,重新示范一次,我把这个关掉 那我重新开启刚刚的绑定的这个木耳人 OK,那这里还没有做动画的情况 那我先切到相机视角 那这里还没有开始切做动画 但是我们可以按一下OK 现在木耳人是在这个状态的 那它的绑定绑定好了没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Post Mode 要先选骨头才可以看Post Mode 先选骨头,然后看Post Mode 然后呢,OK,应该是绑定好 OK,所以没有问题 好,所以呢,我这时候我就在这里 把这个录影开关给按起来 按好之后呢,我现在影格在哪里 在1的地方 我想做50个影格,所以我这里填50就好 它会收回来到只剩50 那这边呢,我一开始呢 让它的手全部举平 有没有看到当我点下去之后 这边变黄色的 所以代表说OK,这个影格已经记录了 那我到10的地方呢 我把这一个手的关节往上扳 好,那这个10的地方变黄色的 所以也记录了 接下来到20的地方呢 我把这只手的关节往前扳 好,往下扳 好,20的地方 到了30的地方呢 我再把这个手的关节呢,扳回去 OK,那到了40的地方呢 好,那也让这个稍微动一下好了 这只手都没动好像很僵硬的感觉 好,那也让这个稍微动一下好了 这只手都没动好像很僵硬的感觉 好,OK 好,那这样我这几个动画就做好了 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OK,在这里 OK,大概像这样 OK,那但是有一点地方 有点奇怪的 就是我的手为什么一开始就掉下来 所以我把这个手在这里先拉回去 因为它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掉下来 好,OK,那这样子就OK了 那如果你做好了 这个,其实可以在这边做 其实做动画的时候 比较经常是在这个地方做 在Animation做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它的动画在做什么 在这个,这个是那个F Curve Editor 你会看到这里 它 它有很多线 我按Hong 我按Hong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放到适当的大小 你会看到它的线的那个 动的状况 这是曲线的编辑模式 叫F Curve 那这边呢 是它的Dobsheet 是它的动作编辑模式 我按Hong 你会发现说,OK 它把它放到适当的大小 那我们这一个动画呢 它有动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手的第一支 手的第二支 左手第一支第二支 右手第一支第二支 所以它这边就会有那些动的点 那每一个点 它到底是做什么运动 你从这边其实去看 大概就会比较清楚说 OK,我们哪些部分被动到 那这个是 称为Dobsheet 如果是我们是关节骨架的部分 用这个Dobsheet的呈现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你是修改那个属性啊 或者是移动位置啊 那用这个F Curve的话 就会比较清楚 那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做做看 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指挥交通的 这种或更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呢 我为了稍微 让各位再更清楚一点点呢 我在它指挥交通完之后 我让它飞走 那这边 OK,就是我在50 现在是50格 那我干脆把它加到80格 好,我加到80格 那我在它指挥完交通之后呢 就让它这里 把两只手举起来 两只手都举起来 诶,这个角度好像怪怪的 对,这个角度确实怪怪的 对,这个角度确实怪怪的 两只手都举起来 好,那举手准备飞走 好,那回到相机的角度 诶,这个手乖乖的 好,这样子举手 然后呢,到70的地方呢 我就让它飞 开始往上飞 好,可是你会发现奇怪哦 它的身体跟它的脚脱离了 那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的脚跟身体绑定 所以如果我要让它全部动呢 我必须要全部都选 但是我,我们干脆就让它身体飞起来 这样子,比较有趣一点 那到80的地方呢 就继续飞 好,那这样子就OK了 好,那为了浪费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感觉哦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干脆加一个月亮 好 好 那加一个UV Sphere 这个当作月亮 那我在这边呢 就选一个白色的材质 好,我们按一下看看 OK,白色的材质 那这边按Smooth 好,那这月亮还是太有立体感 好,让它的光泽度 好,让它的光泽度 变,变0 变0 欸,不对了 光泽度 好,不行 这个回复一下 好,先这样吧 好,那就飞到这颗球 好,不像月亮就算了 好,那存起来 好,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Animation Tool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OK 那这里 哦,这里会发生一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在这里的时候还在举手 那事实上呢 因为它的动作是合成的 所以我把它拉上去 并没有 并没有 影响到它前面的那一 就是造成它 OK,这样可能还对 这样才对 OK,好,这样子就对了 好,那我就稍微合成一下 看看等一下的结果 会怎么样 那我按这个合成 那这边呢 我去选 我刚刚的那个木偶人资料 我希望把它输出在这里 那我要选的输出是 这个AVI Codec 就是输出AVI格式 那起始和结束影格 就是这样 OK 那解析度就按这个好了 那我就开始按跑图 那你就大致上可以看到 你刚刚所做出来的动画 长什么样子 好,那跑图要跑很久 好,所以你 你 待会我们做好 再来看好 好 好,我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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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